针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关于华人新村深移建议的言论 前卫生部长凯里表示 尼可敏在敏感时期提议不适当的议题 显示他对英国殖民时期和华人新村建立历史的不敏感 是个政治阴痴 Politically Tone Deaf 凯里在博客节目Kirawasky Japp中指出 尼可敏的言论不仅引起了马来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感 也在团结政府成员党及巫统内部引发了愤怒 他表示当前国内政治氛围已经紧张 而尼可敏在这个时刻提出此类不相关 且可能煽动种族情绪的建议 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氛围 气氛本来就很激烈 又被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进一步火上浇油 我想说的是他尼可敏到底在想什么 台里也认同巫统最高理事阿末·马斯兰的观点 即行动党领袖的种族色彩言论可能引起敏感 并可能破坏社会和谐 另一方面 沙里尔·寒丹也对新村深移建议提出反对 他解释说 这并非因为土地问题威胁马来人尊严 而是因为新村建立的历史 新村在英殖民时期为了打击马共组织而设立 将华人隔离于外界 成为马共组织与华人群体联系的隔阂 由于新村的历史涉及到马共组织的元素 因此新村深移的建议 很可能引起马来人的反感 政府今天向国人传来两则喜讯 涉及国人护照有效期和传统医药领域税收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宣布 政府正考虑将护照有效期从5年延长至10年 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移民局目前正进行详细研究 并将听取民众的意见 探讨是否需要将护照有效期延长 塞夫丁指出 一些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泰国 已经将护照有效期延长至10年 而一些先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 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他表示政府将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研究 并在研究后做出是否延长护照有效期的决定 此外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也在今天的声明中 宣布了一项突破性的决定 即财政部将获免向包括中医在内的 七大传统与辅助医药领域征收服务税 他表示 这项突破性进展给华社送上了新年大红包 林慧英指出 他在上月10日与传统中医及脊骨神经医学领域组织代表会面 聆听代主对传统与辅助医药服务被征收服务税的意见时 相关组织便提出两个建议 即豁免服务税 以及豁免追算从2018年开始落实的服务税 他强调政府一直在考虑人民的经济状况 特别是在医药领域 确保人民能够获得适当可负担的医药服务 避免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 尽管政府已豁免传统与辅助医药服务的服务税 林慧英提醒已向顾客征收相关税务的业者 需向政府上缴他们征收的服务税 经济部长拉斐兹宣布 将在其广受欢迎的播客节目 Young Baker Mentory上 与前首相纳吉的亲信进行辩论 拉斐兹表示 他已准备好揭露纳吉的主要幕后操纵者 并将在辩论中透露有关1MDB宣传活动的重要信息 然而 为了确保透明和公正 他表示将在事前征询首相安华和巫统主席 阿莫扎西的意见 拉斐兹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一则铁文中特别点名乌统最高理事博爱 前乌统宣传主人伊山加里尔及政治评论人 Liam Shansey 他指责这三人不断贬低他和昌明政府 并表示他们曾是纳吉坚定的支持者 一旦获得首相和副首相的允许 我将揭露1MDB宣传活动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 他们一直隐藏在Liam Shansey这个名字后面 拉斐兹还透露 他已向伊山加里尔和博安发出邀请 希望了解他们对于帮助国家度过当前 充满挑战的经济时期的看法 针对此事 布洛克Liam Shansey 今日在面子书专页发表回应 表示愿意参与辩论 但要求与部长进行一对一的面谈 以便提出更多问题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在83岁大寿生日宴会上直言 自己在两年前宣布从政治前线退下后 发现无法完全抛离政治 他不认同年过70、80、90岁的老年人不应再讨论政治 并强调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 林吉祥表示 尽管他已经退休 但对政治的关切依然存在 他承诺在继续讨论政治的同时 不会再参与政党政治 他强调 他所关心的焦点 是如何使马来西亚恢复成为世界级国家 并成为全球的榜样 林吉祥认为 过去五年内我国出现五位首相 是因为大家过于关注马来叙述 现在是时候谈论马来西亚人叙述了 他表示 随着昌明大马在未来三、四年的政治稳定 希望马来西亚能在这一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想 大马是否能够成功 取决于未来三、四年 也取决于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首相安华赞扬林吉祥的坚持擅治原则 强烈反贪使命 以及关注经济发展的政治理念 他在致辞时表示 这些价值观将贯穿其领导下的昌明大马政府 并成为政府在未来三、四年的政治稳定中的指导原则 如果你问我 从与你林吉祥的交流 你对政策的批评中学到什么 那就是坚持擅治原则 强烈反贪使命 及关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安华强调 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强有力的政策基础上 致力于通过善政进行改革 他表示 在未来三、四年的政治稳定中 政府将专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意味着必须降低政治温度 特别是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 尽管如此 安华也指出政府不能简单地忽略这些政治课题 因为这正是反对党炒作的焦点 然而 基于昌明大马的政治稳定 以及在国会拥有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 政府有能力更专注于经济发展 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所说的 我们今年的重点应该是经济、经济和经济 我们拥有巨大的潜能 安华强调 昌明大马是一个全民议程 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时 没有区分种族 尽管马来人在我国人口中占多数 但贫困人口中印度人的比例最高 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